要了解一型糖尿病 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运转的也很重要 人体由数百万个细胞组成 而细胞需要能量 这样我们才能活动成长和思考 能量来自食物主要是葡萄糖 而葡萄糖来自于碳水化和物类食物的分解 包括穀物、水果、淀粉类蔬菜和一些乳制品 随着血液中葡萄糖的升高 一线中的特殊细胞会产生胰岛素 释放到血液中 胰岛素的作用就像钥匙解锁细胞一样 让葡萄糖能够转化为能量 当产生胰岛素的特殊细胞被破坏时 就会出现一型糖尿病 没有钥匙就等于没有能量 增加的葡萄糖水平会在一至三周内 引起一型糖尿病的症状 那你怎么了 我真的很累 口渴 而且情绪化 我需要更经常的去厕所 而且体重也减轻了 一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就是说 它不是由于我做的任何事情引起的 这不是我的错 我可以通过每天多次打胰岛素 或佩戴胰岛素棒 以替代身体不再产生的胰岛素 来管理糖尿病 为管理糖尿病 很重要的是 要打胰岛素 检测血糖水平 保持健康饮食 并保持活跃 同时 不要忘记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需要时刻注意我的活动 食物 心情 和我自己 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 S1的BITIS网站 请访问 请访问